第一次提到 指一個公正的骰子兩次 第一次出現A 第二次出現B 然後AB 使這個方程式有10根 那這樣的機率是多少 好,我們現在來討論 有10根的時候要滿足 這個判別式 判別式就是Δ 等於A平方-V 這要大於等於0 那大於等於0的話 那我們知道這個 A平方當然是大於等於B 好,我們開始討論 等B等於 A平方-4AC 這應該-4才對 搞錯了 4AC 判別式是B平方-4AC B等於1的時候 那這樣就多少呢? 那A應該多少? 這是4 那4的話就要從2開始 2,3,4,5,6,2可以 2到0,6 這有多少? 有5種 有5種 那B如果是等於2的話呢? 那一個 這是8 那要從3開始 33得9 3到6 這有4 有4種 那B如果是等於3 那A就有多少? 12 這從4開始 是46 所以4到6 這有3種 那B如果是等於4 那A就等於多少? 4的話是16 所以A是從4開始 4到6 也有3種 那B如果是等於5的話 那A等於多少? 5是20嗎? 20的話呢 這個如果是從4開始不行嗎? 44是16嗎? 要從5開始 525 大於20 所以這是從5開始 525到6 這兩種 那B如果是等於6的話呢? 那A是等於多少? 6是24 所以從5開始 5 6到6 這兩種 所以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的個數是多少呢? 就是這把他加起來 就是這把他加起來 這是6 15 15 15加4是19 好 那我們知道那個 樣本空間的個數是多少? 只兩次嘛 第一次可能是123456 有6種情況 第二次有6種情況 所以是6的平安 等於36 所以我就知道呢 這個事件A這個事件 它的記憶力就是多少? NS文字MA 所以答案是36文字19